去年底骑着白马在白头山上侧马奔腾的影片 他完全不受体重限制 骑马技术看起来不错 夫人李学主 党副部长玄松岳等官员也跟在一旁 金正恩夫妇在西边玩水赛恩爱的画面也罕见公开 印尼首都雅加达暴雨不乱河川暴涨冲垮房子和车辆 累积雨量超过370毫米 机场跑到淹水被迫关闭 造成至少24人死亡 超过6万2000人被迫撤离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元旦演说公开道歉 指出跨年夜上她因一名女信徒 强拉住她的手而动怒 为了挣脱还出手拍打了女子的手 教宗道歉并承认当时失去耐性 做了不好的吃饭